所以我要求的一件事就是 我的童话有童话吗 就是我的相对有童话吗 有有有 觉得他很亲切 那我更开心 所以说我误会第一次 很开心 然后我也觉得很亲切 其实我们刚刚在台下有交流过 是啊 我跟台湾两个人 他们第一次来台湾是2003年 其实已经20年了 是啊 而且那个时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 第一步主角的戏 而且我也能够去台湾 然后下个新年当中 其实我也来过很多次在台湾 13年之后 跟赖老师一起 那台湾两天这个 这次来还是觉得非常亲切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希望这次来 可以求正一下 就是反话 因为反话大家知道 我们就赴云演出 然后在播出的时候 有面对很多媒体采访之后呢 我们这个图文化就带着 附属的作品 可是有很多的朋友 就是听过我们的附属以后 他们说那边的图文化 有台湾的作品 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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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我要求这件事情是 我的图文化 有台湾的作品吗 就是我的相互有 才要作品吗 有有有 我觉得他很亲切 哈哈哈哈 那我更开心 所以说我们不分别词 哈哈哈 很容易请教 然后我也请教他们说 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请教 我记得那个时候 前辈有教过我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唱歌 在现场唱歌 所以唱歌可以克服请教 然后反尽压力 但是呢 唱歌并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呢 这个方法我放弃了 然后还有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 聊客人 就是 说一些垃圾话 哈哈哈 那我后来觉得这个方法也不太好用 因为说那些话需要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非常难照顾 所以 最后我这个方法也没有用 那我后来 找到一个适合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 我非常理见 我在生活中最擅长的事情 那是你帮手 你帮手 可能这个事情就拍戏 有我们专业没有办法 那你帮手 我喜欢 我想洗摩托车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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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 在这个 在这个工作现场 可能 没有人洗摩托车 因为我起了 所以 我会给自己追 然后 现在我觉得自己追到非常困难 就可以 慢慢地 找到这些 但我后来发现 这是你真是有问题 我演到现在 王八童的 觉得 一个人 无论之处到 上一样的角色 你都理解自己 呃 我觉得王八童的专业上 我会用很多赘述 因为 大家学 电影的人 肯定都对王八童的 非常有关系 王八童的做 呃 我想讲的是 第一 我非常配合他 因为他 五八年生日 啊 啊 年纪也不齐 但是 每天在 现场 包括说服务以后 他事务聚集 他平均 一天才睡 不到三个小时 他比所有人更辛苦 所以 我非常会对他 我以为 那种资深的大导演 可能他 更多的时候 做的是决策工作 啊 然后聚集实习 社交演技能去做 但是没想到 他有一些 他还要对 我非常感谢 我们的舞台 拍摄 把马基务做了 因为做一个 上海人 我觉得 他拍出了上海 所以 在我的记忆 最后 最美好的 一个时光 呃 如果今天 要我在这边推荐的话 我一定会推荐引导 就是说 大家 回去马上就可以尝试 这个女士 就是 泡饭 泡饭 自己EI都可以用 对 泡饭非常简单 就是 一般昨天 我们吃剩下的鱼饭 然后第二天 开水 泡一泡一泡 这个是 我们小时候 就是在家里面 最常 最常见到的早餐 然后再配点小餐 那些人 在家里面 都可以用 他们的